下午的4点56分 本报的经营的立场 因为我本身是六合彩的记者 我是民众日报 太平洋日报 环球日报 六合彩的广告部主任 我也是采访新闻的 采访行政院 采访的太久了 立法院行政院采访了30年的新闻 各单位我都采访了地方 中央 所以我们讲话都要讲真话 做事都是要做实实在在的 所以我的牌子一向公开 第一点牌子公开 第二点从来不说假话 你赚就赚 你赔就赔 签多少 我们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每天本签多少 赢多少 输多少 是不是 这个礼拜我们输 也不过就输5000多块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要输多少钱 5000多块算什么 我上个礼拜 我第一支牌 就已经上个礼拜中了三车 对不对 三车就多少钱了 老兄 总共是中五车 三个礼拜 是不是 这个你们要搞清楚事实 这个一切都是公开 现在汇费2000块 现在预收汇费2000块 到月底前都不收钱 也不收资红的钱 月底前不收资红的钱 还有这个月底前 我们在中奖都不收资红的钱 赶快缴2000块的汇费 下个月过年是要有收资红的钱 现在不收资红的钱 OK千万记住 2000块 下个月才收资红的钱 二月份 那么 请你赶快把二月份的汇费 赶快寄过来 台北邮局10707号新乡 环球邮报有限公司收 或者是要银行转账的话 请你赖给我 我就银行的账号给你 电话0979-040-492 烟记者恰 请你赖给大家订阅